從前,有班人在黃金商場外想說說科技 誰救我厲害,我一個月換了五部電話 整個仙達都認識我 現在仙達的店舖自己都做不定 誰救我聰明,我做了二十多年工程師 看曲多過你看Facebook 人們不看Facebook,現在看IG 誰救我,我雞爺是Steve Drove,我奶媽是Bill基 你算吧,Steve都很香了,Bill基都不知道在哪裡 喂小子,句句疊著了,你哪位 我人稱打遍銅鑼灣無敵手,個個都叫我男哥 我單手打街吧,都可以贏梅元和砰 但EVO不是在銅鑼灣打的 你別管,看招 我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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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瘋了 我瘋了,我瘋了,我瘋了,我瘋了 唉,其實想聊聊科技,聊聊電玩 又不一定是師兄,猛人,才子和神人的專利 輕輕鬆鬆,還有我們跟你聊聊科技,聊聊電玩 還不少搞爛了,我們就是科技雜碎 歡迎大家收聽科技雜碎網台版 大家好,我是阿軒 我是大王 Hello Hello,歡迎大家收聽科技雜碎網台版 你怎麼開個詞 Hello Hello,我是Sunni,為什麼要開個詞 你們這樣跟我打個手勢,剪刀才會 Hello Hello,我是阿軒 你想Hello Hello,那詞 林哥,謝謝你 各位,記得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like我的Facebook page 加上我的Facebook群組 YPR做出水區 喜歡我的Channel喜歡我的節目 記得要加入成為我的Youtube會員 盡享每個星期的讀享內容 這個時候我們也要開始正式講科技新聞 因為我們今天的錄音 用了非常多的時間去監診那邊 所以現在我60歲的時間都非常之夜 亦都是這樣,我們也要盡快開始 開始 首先阿希哥就是要講一部新的手機 沒錯,一部新推出的電話 我覺得很值得拿出來講 這部就是華碩的ROG Phone 5 雖然現在有些人就不太喜歡這間公司 但是我也要講這間公司 希望不用我拔到韓治老闆才能出到這部機 希望不用 那為什麼會想特意拿出來講呢 第一樣就是說它回來了 是什麼呢? 那個吃鳳頭回來了 哦,現在還是這樣 不,它之前上一部剪掉了 現在就變出來給你了 那些廠開始Android那邊走一走一走 後腹的油帶開始加了3.5 又多一間回來了 證明它自己都知道自己設定了 另外一件事想提到的就是它的效果 一如以往地都是用最高規格的W 即是808W 這次它分了三個模特兒 一個是ROG Phone 5 一個是ROG Phone Ultimate Edition 一個是Pro版的 即是它分了不同的Line 最高那部上到18GB RAM 對,512GB RAM 那它打的市場是需要這些 對,那部剩餘是$95-$98 但是普通配置那部 12GB RAM256儲存 那部反而是$69-$98 這個我覺得是比較可以接受的一個價位 即是相宜的價錢 對,這個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想說的 它這次都有一些不同特別的設計 包括了它裡面的電池 即是平時我們都是一大塊電池 但是它這部用了新的設計 就有兩顆電池 嗯 它就說如果你充電下去的話 你就會好像twin driver 兩邊一起充電 這樣充電的速度就會加快 對,也會加上Sony Xperia 1 就可以直接把電池交給電 即是直接供電給電池 就不用把電池交給電池 對,那就對電池節省了 這個功能是好的 這個功能 另外它最大的賣點 就是在它的機背上有一個LCD的顯示 嗯 嗯 就好像它之前那部G14的Notebook 那樣 後面可以自己製作一些GIF動畫 那些人經常畫一個MEMS的MACHINE 對 那如果你買便宜的那些 就變成它那隻眼睛的RGB 在動來動去 那賠款才可以的 我覺得可以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很想拿出來說 因為這部機 正式被Jerry 測試了它的內容程度 我發現它這部機 是異常地容易地咬斷 對 它說它 以前iPhone6 平時它咬的時候 首先就弄了一個力的位置 接著就用那兩隻手指弓 在螢幕前面 一一發力地咬它 對 它說那十隻手指都還沒碰到 它九隻的時候 就要咬彎了 那豈不是更差 比iPad Pro 最初的版本 對 那它就說應該找到那個位置 因為它旁邊那裡 這次改了用新的天線位 嗯 它這部機 上代開始 它在機旁邊那裡 都會有那個USB-C頭 嗯 即是上一部 只有一個C頭在那裡 都還OK 沒問題 但是它這次 改了天線位 在那個C頭的旁邊 就直接在那裡 分開了 有得那個位置離錄 對 一咬就斷 這樣 就變成要很小心 因為都很嚴重 即是真的要用硬殼頂一頂 這些 如果用E機的機主 打機稍微緊張一點 就可以賣個電話 那你怎麼賣電話 昨晚我打機 那些人不斷追著我 射他 他很緊張 這樣就玩不著 不是啊 你直接打一下機 拔爛了 拔線爛 拔線爛 全部打到一半 吃WiFi 這樣 那 我不是啊 我真的這部機彎了 它自己就說 其實這個測試 有些人就說很無聊 但是呢 他就說 過去這六年來 我測試了百多這部機 都是只有幾部機 是過不了這個測試的 所以我覺得 都是有這個意義 有參考價值 是啊 那沒有意文 不要理會這個測試 但是 即是說給Plan這部機 的受益程度是怎樣 是啊 那我自己覺得 就值得參考 我不知道 如果是有興趣的人 是要小心給別人的 沒錯 那就差不多 這部機 因為那個頂規模 是啊 那我自己覺得 它定價算是比較合理的 也有不同的選擇 是啊 即是你想買貴 你就買貴款 但是就 我覺得便宜那些 我覺得是幾不錯的選擇 嗯 那當然啦 你對公司的感覺是怎樣 那這個就是個人的選擇 那這個 那下一樣 下一樣也是關iPhone的 是啊 那話說呢 就最近 就 在香港那裡 就推出了一個新的計劃 那就是由那間叫CSL和1010 就推出的一個計劃 那就是如果你是一間CityBank的信用卡的客戶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 加入它的計劃 去買iPhone 那平常上台也有電話買的 那有什麼特別呢 那這次特別的方法呢 就是它的名字叫做iPhone for Life 那就是什麼事玩的生命 那就是說 如果你假設 你是用它那張信用卡 再在CSL去買iPhone 12的話 再用它指定的計劃 那你用那個計劃的話 你就可以申請這個iPhone for Life的服務 那你要公佈電話可以公24個月 可以分期公 但是呢 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去到尾的時候 就是頭24個月 你就是給了你的機價的七成 你隔了兩年之後 那你就出了新的iPhone 那你就想換機的 新行的 對不對 這樣呢 它就會有一個回購價值的保證 那它幫你收回機 幫你交換下一部iPhone 上一部機給到七成錢 那你剩下那三成錢 你不用付 那你就直接 就由下一個月開始 你就是供新的那部機 你供七成錢 齁 接著到 又是 可以換了 對 那它就稱這個 循環就叫做iPhone for Life 對 那其實呢 這件事呢 在外國都玩了一段時間 那 第一次在香港做 那我就覺得是 一個挺有趣的做法 因為它其實 就看中了很多人 換iPhone都是兩年一部的這個趨勢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 遇到自己是iPhone for Life 那你可以想一下這個選擇 你遇到自己是iPhone for Life 還是iPhone forever 那我就可以用這個計劃 是 其實是的 很有趣的 也有很多人覺得 用了iPhone 就是用了iPhone 不回頭 是的 有很多這類的東西 因為iPhone的系統 可能要你用 之後很多東西不轉不走 那樣 那樣的東西 總之怎樣都好 就是習慣了 那你習慣了 那你用的 可能裝置計劃也有它的好處 是的 那如果有興趣 可以自己再參考一下 那些 那我自己覺得 是挺有趣的一個做法 是的 那這個就差不多先了 接著我覺得 新聞我就期待一點了 有到Intel 但是應該有一個 Point也寫著 Intel冤婦網站 寫著 是的 我們上集也有略略提過 Intel 他那時候 推出那些 PowerPoint 那些 MAC 那邊 推出那部M1 新的CPU 不夠我那些厲害 我那些才是最強 最聰明的 那些 上次都是一兩個PowerPoint 被人說兩下 就算了 今次不同了 今次他就大搞了 他是怎樣 首先 他就聘請了一位演員 都是外國都比較熟悉的 還要是科技界的人熟悉的 因為當年 Apple 那時候有一系列的廣告 對 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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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比較好處的 就是MAC 然後在那裡串隔 那些 系列的演員 他就突然請了回來了 然後請他回來 就是 反映窗頭 挑去MAC MAC 他裡面 都是說一些怨婦的儀式 譬如就是說 人家PC那邊 很多選擇有讀螢幕 你沒有讀螢幕 我能打到機 你能打到嗎 嗯 都是這些儀式 都是只有這些 其實你買Mac那些就 別人有一句跟你說你有沒有Final Cut 你有沒有I-Res那些 有時候你不要這麼爭辯 他就是這樣捉住來講 然後又說 PC又有什麼Display 可以多插幾個螢幕 但是他做對比的只有M1那部Mac 他又不說之前行Intel那些 都有Display那些 那些打到遊戲嗎? 真的不知道 他只是針對M1那些Mac Intel那些Macbook Intel那些Macbook 原來打遊戲5可以補打 試試玩不玩到 玩街850先試試不可以 特地除了拍了一些影片上YouTube 亦都是開了一個網站 很詳細地列出了他們覺得自己的advantage 真的很懸賦 我心想 我就算真的買PC也買AMD 我不能買你 你說給我聽 他裡面說的那些項目全部都是PC的優點 不是Intel的優點 我買AMD的 我也有這些優點 看完廣告說 對呀真的買PC也這麼好 比買Mac機更好 我去老場問問問 然後說我買AMD 好呀AMD也幫我買 對呀 有笑的 AMD的Marketing員工在想 不加賺 為什麼會幫我們公司賣廣告呢 真是謝謝 他出了講話之後 我的盈利數字高了 為甚麼呢 Marketing那班很害怕 他做了我的工作 老闆發覺 隔離公司幫我們賣廣告 炒了他 靠隔離公司賣 是不是有甚麼特別的戰略來的呢 有公子獻頭 幹嘛呢 真的不知道他 這些神級的Marketing 我真的不懂怎樣去理解他 用時間去做好自己的事吧 你說起他自己的事 他那顆U 即是流出了 被別人在網站有得賣的U 現在他終於正式開始了他的預售 預售的反應當然就非常之 踴躍 也都是 成績我們上次都略略提過 亦都是被很多網站都確認了 上代U是比今代U更快 總之就 對 上次那個Taxel好笑的 真的 嗯 就是 用時間做好自己先 就是我的Intel 做好自己本分 你好像真的 如果你要買一部Mac的那些 我未必想打機 以前Apple說自己要搞Gaming的時候 我們就批評他 他Gaming真的要怎樣做呢 這件事是他自己要搞Gaming才說 但那天跟一般容急 我買一部Mac機 大家怎會不知道打不到機 要打機你會買一部Mac機 買一部機 你還沒過M1 現在理論上還可以安裝Apps 另計 所以就 有些東西 大家知道 我知道我的Mac機不是打機 我就是 用來剪片 就是撿照片 那你這些一測下去 那不好意思 別人的數字又比你快 沒辦法搞 不是啦 搞笑 真的是哲學多福 哲學多福啦 下一單新聞就有關Photoshop 事源就是Photoshop 最近就出了一個新的update出來 我覺得都幾amazing的 所以可以拿出來說 話說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之前就聘請了Google Pixel的那個人 就是搞相機那個人 就過去幫忙搞AI 人工智能 近來他都出了很多不同的AI的功能 去做enhanced 那我覺得都非常厲害的 包括了以前選擇的object 就是我可以 就highlight著他 跟著他自己就會 detect到那個是什麼 譬如一個人 或者是一個蘋果 他自己就會幫你勾圖出來 不用你自己煩 那這些都是好的東西 但是今次呢 出這件事就 我覺得很厲害的 那是什麼呢 一個叫super resolution 的東西 那他做的東西呢 就是把你的照片 就放大 以我自己的照片為例 那我自己有一部EM1 就是Olympus那一部 那就是2000萬像的 他計算完之後呢 可以變成8000萬像的 那很多人說 喂 本身我把照片在Photoshop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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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大他 那一句拉大他就知道 他純粹真的拔大他而已 他純粹 因為以前那個呢 純粹是就這樣拔大了 數字遊戲 對 他純粹的數字大了給你 而這個值得拿出來說的地方 他是拉大的同時 他是用了一些AI的技術 計算到裡面的細節出來 他計算出來的效果 是出乎意料地好的 其實那些相機 現在很多都是有一個 叫Pexel Shift 的功能 譬如說是 拍四張照 就夾一張高像素的照片 那我自己的手機也有的 原本是 一部機二千萬像 夾出來也是八千萬像的 出來的那個細節 也都是 會多過原本的樣子 的情況 但是 有一個限制在 因為我是要拍四張照 那四張照片中間 那個畫面裡面有任何東西 是動動的話 那個位置就會花了 就會爛爛了 也都是 合起來四張一起 也都會導致到這個技術 就很難 在現實生活中用到出來的 所以應該要設腳 設到定一定 還要你那些東西 不要動的 要兩樣東西 那就變了是 剩下一些 產品照片 真的很靜態的東西 才會用得著 可以用得著 而這個技術 厲害的地方 就是你隨便拍一張照 都可以做到 即是現在photoshop的功能 是的 我自己做了一張對比圖 我自己做了 在畫面中間 就是原本的照片 左邊的就是 Pixel Shift 即是機內置的功能 右邊的就是 Photoshop 更加 現在的照片 是放大到200% 你會看到 最原先的那張 其實磚頭 都會有一點 模糊的感覺 下面的衣服都不太細緻 你會看到Pixel Shift 雖然磚頭 都會變得更細緻 但是你會看到 下面的衣服 因為它被風吹 吹得動的時候 變了其實是有些 萌萌的 會有些難的情況 而在photoshop 自己計算出來的那張 你會看到它 明顯被原本的那張 變得更細緻 磚的位置 我不知道這張 所有的照片 但總之 磚頭應該說 有些階磚的那些 一粒粒的 Pixel 沒有通過那種階磚 那些階磚 原本是蒙了 原相 然後你去四樽合體 那個就已經清了一點 即輪廓出來 但到現在photoshop 那個是完全清的 是啊 還要是原本 Pixel Shift 夾照的那些衣服是花的 但它連這個花的問題都沒有了 那我就覺得是非常之厲害的 一個計算 它這個功能 其實就是 什麼機器都可以用的 即是你純粹 總之上了最新的那個 對 最新的版本 它就已經支持了這個功能 如果我用 我家的那部 HR4的話 原本六千萬像的照片 我夾完之後 變成了 二億四千萬像 二億四千萬像 對 多大呢 一張二億四千萬像的照片 它整個時間 更新不了 我說那部 HR4有那個Pixel Shift 它自己的機器都夾到 都可以夾到 一張二億四千萬像的照片 那我就在想 可不可以用那張 二億四千萬的照片 再玩這個東西 嘩 我有想過這樣玩的 但我按下去的時候 有人跟我說 太大支撐不到 哈哈 他就說不要玩啊 我玩東西而已 不要玩東西啊你 不要玩東西 那我覺得 如果你有這方面需要的話 即不是說一定是文想用的 那些東西 那譬如說 我張照片 我製造小了的話 譬如 可能人家給我 一張小張 本身那張照片都很小的 那我可以透過這個技能 拉大它 可能就會 拿到一個更清的 版本 出來 所以用途可以做到的 那雖然我自己用到 是有些情況 如果你放到很大看的話 其實他有時候 有些位置會 射未 錯了 但是如果你放回大一點 因為通常你這樣用法 你都不會 逐個屏幕走去看 你想某些東西清掉給你就可以了 對 我覺得overall是 enhanced了 也是非常之簡單去做 那我是挺推薦這個功能的 這個真的可以留意一下 新的功能 沒錯 那今天我們 厲害了 科技新聞再次跟這個 科技怪事錄 合在一起 某程度上是好事來的 證明小測試 但是呢 怪事錄那裡的 這個項目是多了科技新聞 還有其實有個項目是 complex了 是 不要緊 那首先就 匯報 到底Windows10更多又搞什麼 這樣呢 最新的update KB 45000 809 這個update update完之後 如果你的手機有鑊著 某幾個牌子的printer 就會藍畫面 某幾個牌子 是的 有Ricco Sibra Sibra 通常都是那些 barcode scanner 那些 如果你是Ricco 那些 雖然就好像市場佔有 不是很大 但是 我記得雙用那些都有 雙用辦公室都多 是的 簡單來講 最常是雙用見到那幾個牌子 對 那就是等你可以在工作的時候見到藍畫面 就可以休息一下 或者找人家弄 不要拼拼 不要印東西 不印東西 那就環保 什麼叫斬腳趾鼻沙蟲 這句真是完美就示範到了 雖然他們在商業上面都會見到 但是都不是最流行的那些來的 所以災情都不算很嚴重而已 那你都會拿畫面 但是 你用Ken Long那樣就沒事了 對 你用Full GC那樣就沒事了 下次做那些牌子怎麼看 下次就算了 對 你家公司應該買好幾個不同牌子的printer 不要騙了 手寫 那如果我三個牌子就是這三個牌子怎麼辦 手寫 雞蛋不可以放在同一個籃子 我就是雞蛋不可以放在同一個籃子 三個籃子不夠 還有他那句 這情況呢 殘留給他 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沒得爭 沒得鬥氣 那還有沒有 好事當然不止一宗 什麼好事啊 記不記得之前 雞蛋不是說他會有些webcam用不到的 是的 這個呢 他都已經fix了的了 謝謝 謝謝了 但是呢 fix完這個bug之後呢 自然也有另一個bug會生出來的 這樣呢 真的自然會有 這間公司的傳統來的 都持續了一年 所以搞清楚整個觀念 是我有問題還是怎樣 你沒問題 是這間公司有問題 是他有問題 不是你沒問題 你沒問題 阿哥我告訴你 你沒問題 是 話說呢 這些人裝了這個fixbug的update之後呢 就發現了有一個功能又用不了了 那個呢就叫做history的backup 那就是說呢 Windows10內置的那個檔案備份 嗯 就會開不了 簡單而直接 如果我的手機有問題 我要倒backup的話 你的backup的功能是用不了 那戰略上他是完全封住你的位子嘛 那就贏到你了 雞蛋不能放棄那個籃子嘛 你只有backup在一部電腦盤 本身就是錯 還有你的問題 電腦不應該買一部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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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跟他說你說的嘛 對呀 對呀 這backup不是我弄的嘛 你拖著你 誰啊 這backup不是我弄的嘛 你拖著你啊 你拖著你啊 哈哈哈哈 網台腰外都有 有 不要亂說話啊你 不要亂說話啊你 網台腰外也有朋友 就是中了招 也叫做有些事情辛苦的 即是有時咪咪刺下去 捏不到那些會有 我記得好像看大國有傳說 update完之後那天開台 他不知道咪咪又弄不到聲音 對呀 弄了一輪 應該都是那個bug來的 但現在不知道未未報 但是 好像也要再插一下插一下插一下 才讀回一個driver 很奇怪 所以update完之後 有用咪的那些 拖下插一下 即是每一次update完 你都會檢查一下 你平時用開的東西 行不行才用 不是 Windows細心 因為你每次做update的時候 就好像 在做一個運氣的抽籤 那他就新增了一個 用咪的driver 來幫你做運氣抽籤 你對戰下去 直接一體認到 證明你那天好運 update就不用抽蛋 即是update不用那麼大風險 不是用咪咪來開 才說說說話而已 即是 即是宣傳機器 真的 很殘酷 很黑暗 不是很暗 而且Version 1909 是特別多東西出事的 是 其實 很多問題 我都分不到哪個特別的問題 所以就自己小心 update前 可能就 先搜尋 怎樣搜尋 很簡單 我每一次節目前的一天 我就會上Google 就打Windows 10 加一格update 然後再加一格 buck 接著你就找到一堆的了 你記得選新聞吧 或者按日期那些 選日期 可能就近一個月 最近一個月 最近一星期 就很簡單 你就找到很懶惰到北 我想更新的Version 1909 那這單差不多了 對啦 說了一些近來的科技界熱話 就是 礦機 對呀 最近幾單都有很有趣的新聞 所以我都加了在這一節 寫著礦機系列 憲哥寫著 對呀 我也不知道寫什麼好了 那第一單呢 如果你去買電腦 就買一些陳列品的話 你就可能要小心了 這陣子 因為近來就有那些電腦店 就被人找到那些員工 就拿那道 公司的陳列品 用來掘礦 哇 然後被人抓到的時候 他跟老闆說 我幫那些機器做那些StableTest而已 What Come to StableTest 對呀 接著老闆就跟他做他家的 Financial的StableTest 哈哈哈哈 嘩 好搭呀 幫你做壓力測試 好搭呀 是的 有香港 亦都有台灣的公司 都被人發現了 有些員工這樣做的 雖然現在買陳列品 真的害怕的 對呀 如果你會買的話 就真的要小心一點 雖然你都 未必是選齊品的 電腦有很多人 因為都怕壽命關係 對呀 買之前就想清楚 講開抗潮 AMD我看到近來也有一些新聞 關於這個抗潮的一些東西 大家都知道AMD是有新Graphics Card出的 找不找是另一回事 這個找不找到大家 有出了 有些媒體訪問AMD的時候 他們就說 不會好像N記這樣 對他們的卡作出任何的限制 嗯 他們的原因就是說 我們這些卡一直都不是 for mining的 亦都在Efficiency上 就應該不是那麼厲害的 所以說沒有需要做一件事 這意思 對呀 嗯 新聞都很有趣的 你說起顯卡的話 我就提前一點說過這件事 話說之前雜數有說 黃先生 NVIDIA那邊就出了一些 專門mining的礦卡 亦都在他最新推出的那張3060那邊 亦都限制了去mining的能力 就希望可以讓一些遊戲的用家使用 對呀 那時候不是說過 他說最糟糕的是什麼 他跟大家說 你是不可能吃到我的 然後就說 哎呀 現在人們就算不打算吃你 聽了這句也想試一下 對呀 為什麼要自己立法呢 結果現在是不是又兌現了 初時在我們節目播出之後的幾天 有傳播出來就有人破解了 哈哈哈哈 但是那個就證實了是fake news OK 那都算了 我打算沒什麼東西而已 對不對 誰知道 幾天前 NVIDIA 推出了一個driver update 那個driver就是470.05 version的beta driver 有人就裝了這個beta driver之後 然後就發現 Full Power Unlocked 哈 哈哈哈哈 哈 自己Unlocked 自己推出一個driver 那些人裝了之後 立刻變回Full Speed 我不會讓你破解我的卡的 我自己來 我省下你們的時間 I do it myself 你知不知道他是淋完衣服的話 那我就不斷摔高了 我不會讓他那麼強硬 我一直不斷摔過 不斷摔自己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會不會太過風雷露轉 會不會真的太懶惰了 現在這個file都被人保持在那裡 那當然 那當然啦 還有當初你是說在卡的 hardware層面 或者是Bowse層面那裡改的嘛 現在你裝了一個driver update 立刻沒問題喔 這件事就算你不出了driver 可以容易搞到啊 就是說只是時間的問題 別人都會在Software那邊搞到的嘛 他知道我們就是被人破了 我們自己搞成他算了 神經病那件事真的會 我自己覺得真的很賤 自己自首死了更好過被人破解的 要輸啊 我覺得你自首死了更賤啊 你公司層面來說我已經被人破了 自己 被人破是別人搞成他嘛 他是自己搞成自己啊 賭自己的米啊 大哥沒有輸啊 哈哈哈哈 那大哥最後是怎樣啊 你不要管啦 阿燦志豪說完之後艷柱又怎樣啊 沒事的 這件有創意 真的很有創意啊 沒想到這麼厲害 我都沒想到這麼快 還要是自己 自己挖高 就是那些測試 一回路轉啊 另一宗關於掘礦的新聞呢 最近就很流行一些叫做電競的旅館 就是以前有些網吧那些 現在就變成了旅館形式 就是你在你的房間那裏 裡面那部電腦就是電競級的 很冷靜的 即是讓你即時打電腦打到冠睡覺 那類的旅館 那在大陸呢 有人就去這些電競的旅館裡面 就看到裡面有一尺RTX的2070 這樣就拆掉了它 這樣就換了一張GTX650 就拆回去 讓它補數 對啦 接著就check out bye bye 哈哈哈哈哈哈 拿一張300元人民幣的Display Card 就換了一張2900元的Display Card 好厲害啊 我還以為像上次那樣 是給錢進去然後真的會挖 你真的不夠創意啊 你想到就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真的想不到 強國的成績就怎會這麼羽起法輝 好啊 簡單的直接拆架走就行了 這樣呢 為什麼會發現這件事呢 它住完之後 之後有另一個客人過來 有些客人過來自然會在這裡打機 打機的時候 為什麼這遊戲玩不到呢 這麼浪漫的 然後就去投訴 然後那些人check out 扶街你這張Display來的 糟了你啊 然後就找那個人出來 就已經成功找到他了 對啦 真的很創意 捉了這傢伙之後呢 他也是承認了他做了這件事 也都說不只在這間店裡 在另一間店裡也試過做同樣的東西 但之前那一宗就沒有被人發現 厲害 這個真是厲害啦 真是老緊急轉慢一點 他想到那一刻都真是 強國野有時候真的不得不佩服 這個真是有創意 所以我覺得這幾宗很值得拿出來說 這個抗機阿裏真是抗機怪事錄 對啊 下一宗就回到Google了 Google整個常客了 因為Google近來都挺刺激的 第一宗說的就是它的無痕模式 如果大家有用Google Chrome的話 也有一個無痕模式 它的原意就是 你現在在Lock in 網站 那些Cookies 就不要讓別人查到 即是你開一個無痕模式 就應該沒有人查到你的Record 那些東西啦 但是就被人發現了Google Chrome的無痕模式 就會查一些用戶的資料 結果在美國那裡已經被人控告了 被控告了 我覺得這件事你真可憐 因為已經在控告他了 簡直是暗咎 他知道設家的選項會查到你某些東西 那已經太遲了 你這樣說明 他就告訴別人你是 那你不是無痕模式 那要用無痕就不用你了 那這個真的是 再加上次 Google Chrome瘋狂咬Wham的新聞 他現在說出了update 說沒有咬Wham的 這樣說 但是可能現在很多人 找了其他替代品來使用 加上現在很多人都是用一些 用回一些Chrome的核心 那我就又可以 用到你的part and 等等 那又不用用你的Chrome 而這堆用核心的若干browser 可能給你做好過去 例如我剛才說的 Edge、Brave、Mindon 都比我更好 沒錯 他又真的要好好地面對這個問題 Google 那 測試又禍不單行 除了Google Chrome被告之外 另一單就關於Pixel的電話 那話說Pixel就出了一個3月的update update完之後就很多人發現 他們買到那部有無線充電 應該是Pixel 3、Pixel 4、Pixel 5 就是這幾代 這幾代的旗艦機才有 它平價A那些是沒有的 這幾代的旗艦機 update完之後 無線充電就沒有了 簡單而直接 對 那它就說 update完之後 它不是充不到電 它就說 要對正一點 去充電 但是 以前都是這樣充電 其他機器都是這樣充電 但是你充不到 就算你是比較幸運的用家 可以充電 最多可以充到90% 之後就充不到 真是神奇 那些用家發現 剪掉了那個update 就升上2月那個就沒事了 現在Google 就自己沒有解決方案出來 就是沒有回應 叫你用回插線 就算是很可憐的 這個我記得有個新聞 也挺有趣的 這個pixel pixel好像就近日 有一些應該是Google的工作人員 好像在社交媒體 有說過一個消息 就說 有可能未來一些 即現在的pixel 有可能是會在 即是沒有記錯6月 即是Google photos 叫做無限不在的時間 可能用pixel的人 是有機會 是可以繼續用高畫質 來上載一些照片是無限的 這樣說 我這樣說 那就好像在網上浩蕩 即是 pixel又多了一個賣點 現在 可以用高畫質無限 上載了 這樣說其他遊戲不行 哪怕以前你們可以沿途上載了 這件事 但有聽過上一集 所以記得 上次Google 先跟大家說完 高畫質update 之後這隻腳已經蒙了 現在是說 是啊 我們蒙了 不過你們 買pixel 都還可以用高畫質 是無限的 是不是很開心 這張是蒙的 蒙還蒙 無限還無限 你是不是無限 人家怎麼無限 你有得無限 哪怕這張蒙了 正面思想 你知道要幾千元買我的電話回來 你就可以無限上載了 還可以蒙了一隻腳 這叫什麼 style 就是 Burr的style 即是你 你怎樣都是蒙的 你上載高畫質 起碼你是無限的 正面一點做的 就是蒙找了 我留下電話的錢 拿來買你的Pan好過啦 我上載的Lars 我買你的電話的錢 夠我買一隻Lars 但是Lars打不到電話嘛 Lars傳不到WhatsApp Lars傳不到Facebook 但我的電話 我現在是要把照片 pack up而已 我的電話可以接收我的Lars 下載新聞 他稀了 他就放不下去了 你看他壞人 我笑著 你有了笑才說話 很少可以弄得到他 他又弄得到這次 真是厲害了 下載有關iPhone的新聞 沒錯 話說近來都比較多人買的那幾部iPhone 譬如iPhone 11 iPhone 12 這個是最普通的 那個size 就是那個價錢 六千多七千元左右 那個位置的機器 iPhone 11和12 就被人發現了 他有一個 掉色的問題 話說那些人 就算是用一些 他自己公司的機套也好 或者是 戴著一些套 全程都沒有拆下來的情況下 一拆下來 發現 變了色 變了一些漸變顏色 就會掉掉了 噴油的顏色 是啊 好像特意噴出來的 像自視噴窗那些東西 對啊 就說受影響最嚴重的就是買紅色的iPhone的用家最受影響 那就是出料或賞色問題 對 也有些用家就報告 iPhone 11的不同顏色都會有這個問題 如果你是在使用的用家的話 就可能要檢查一下自己的機器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我覺得又不是說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你掉色這件東西 就用得久了 掉色 你是不是很嚴重呢 我又不覺得的 但是 都算是 差一點 我覺得都放得下來這裡的 正面一點去想 以後我們當是iPhone提供一個 特別色 你用得久的就是你unique的顏色 unique skill 厲害啊 會按著用家來轉變的 跟你一起成長 其他人都不行的 多好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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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機這樣變色了 這樣行嗎 慢個步驟 上屬我不能兜了 那說完我們怪事屋的最後一個關鍵 最後一宗就是大陸機的新聞 那個叫ViewMe 他們最近就有一部叫做ViewMe GT 即大陸廠商最喜歡賣機的時候 就做些什麼呢 就是做一些Benchmark 送一些機器給那些測試機構 測一下分 不是在後面裝在後門嗎 最喜歡做的東西 不是最喜歡做 頭幾樣 這是Mask的東西 頭幾樣 不是選項 那些不是選項 不是選項 那最近安兔兔就出了一個聲明 將這幾部機就除名 就踢出個list 原因就是說 他用Snapdragon 888的W 就算是坊間所有用這顆W的機器 或者甚至乎 高通自己對出來的reference分 最高的都是73萬分 而這部機器可以拿到77萬分 那4萬分是誰來的 對啦 安兔兔就在他出了評分之後 就隔了三個月了 就跟那邊的公司溝通 為什麼你要多4萬分呢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為什麼你可以多4萬分呢 那他自己就說 因為我們這部機器真的很厲害啊 那些東西啦 就是說你不是理由的理由的 所以到最後呢 現在都正式 就出了這個公告 就將它除名的 就是覺得他有機會是 因為這間公司的角度來說就是 這間公司用我的東西 但是分和人有機會是有水分的 那就是近日呢 人家看到是用我這間公司用安兔兔來做測試的 都會一輪不相信 就是會有損安兔兔那個 就是別人信任的程度 沒錯 所以就說如果你拿我的名字 哪怕你說高一點的 但是 你有機會是作弊的 令他以後別人見稱安兔兔兔結婚夠催的 那你就糟糕了 是的 那你提起DXO Mark也有另一件事 那個大陸的OnePlus 就說接下來那部新機 不會再送過去DXO Mark那部測試的了 你這不是全部玩了 你這不是全部玩了 人家的重貨玩家玩了 現在還會這樣說嗎 重貨玩家玩了 我已經無課了 不玩了 對不對 好像Quick那些 不是那麼好的手機遊戲 就說拿機遊戲而已 不是啊 車鍋 嘿嘿 那這件事真的挺搞笑的 沒錯 那我們今天這個科技新聞 和科技怪事錄創新合璧的第二次 是時候都要完結了 稍後回來就會有今天電換新聞的環節 那我們到這裡差不多 下一節的節目回來繼續 解供了 我們到這裡啦 先看吧 我們到這裡啦 遮蔽了 可惜了 這句話以來 然後就叫我